我們給凱樂爸爸中間掌聲好不好 我跟爸爸沒錯吧 爸爸站中間 爸爸那個紙牌中間好不好 對對對 我可怕今天穿得特別帥 爸爸站中間一下 他帥是不是 他先跟爸爸拍個照好了 然後我們看前面 爸爸你很俏皮耶 爸爸剛剛凱樂有說 你每年的生日願望都會留一個給他 對 就是要女婿嗎 你可以 對 假裝現在是你的生日 然後你就要許那個願望 你講一次給我們替一下好不好 那這樣明年會還准 哈哈哈哈 今天不是生日嘛 假裝假裝 你都說出了哪一個 用麥克風對不對 呃 片老啊 從太八晚你嫁出去吧 哈哈哈哈 好誠懇喔 好誠懇 而且他還閉眼睛耶 超級誠懇的 好 那今天你來現場就是 要告訴所有的媒體朋友的摺偶條件 然後你知道 媒體寫出去之後 你有可能很快的 就可以把女兒嫁出去 哦 對 對 分開真友 對 分開真友 你的摺女婿條件 可是我每次都說 只要他同意我就同意啊 只要他同意 現在還要附加條件 而且那這樣子媒體才有東西寫 哈哈哈 欸 你真的很懂耶 欸 真的 你得說些什麼 我覺得品德最重要 品德最重要 還有呢 再來就是孝順 孝順 還有嗎 當然就是要對他非常好 欸 等一下爸爸我 等一下 我有一個問題 請問凱特平常不會剝蝦嗎 因為我就是被我爸爸崇壞了 真的啊 對 我播了三十六年的下一塊字 等一下 你想說 你想說話 哈哈哈 但是他 他剛剛講得很保守 他沒有講出數字 他沒有講出數字 啊 沒有 有啊有 都很多啦 文字記者舉手給爸爸看見 哈哈哈 很多好不好 我們忘記剛剛那件事 好來 再抽再一次 你再說一次 你都播了二十六年的蝦克 對 這一罐可以播 二十段 對 二十六年 先人嘛 給人家NG一次 後來我好聽NG一次 我從小到現在我只要跟我爸爸吃飯 我從來都不用自己動手播蝦克 然後甚至於吃 最近不是大雜蟹之前嗎 就是我爸爸都會把它全部都處理好 然後給我一湯匙 然後湯匙上就是滿滿的蟹膏和蟹肉 所以我吃大雜蟹 所以大雜蟹都有辦法剝煮 爸爸你真的 你很棒耶 所以又要會剝蝦 要會剝大雜蟹 他小時候我連吃魚都幫他把魚骨頭挑了 還要幫他挑魚骨頭 就是他真的對我太好 所以他就是希望我可以找那個會剝蝦 會煮螃蟹的另外一半 剛剛你的年齡被爸爸這樣給洩露出來的感覺 還好吧 當下非常的驚嚇 很想給爸爸一把掌 但是 阿宇他是爸爸關心沒辦法 但沒關係 因為我想說 很多人都說 我看起來跟實際年齡不太一樣 爸爸很擔心啊 可是你自己會不會心急啊 老實說我真的不會耶 因為我覺得 談戀愛會讓女生變漂亮嘛 那不管你有沒有戀愛 還是很多人追不知道怎麼抉擇 其實身邊一直會有一些朋友 就會慢慢的愛上我 還舉例 自己說 沒有啦 就是還是會有人想要認識我 可是由於我太宅了 我都不太喜歡出門 所以就導致沒有辦法機會認識 真正的認識一個人 所以就目前來說 有多少人想要特別認識你 你這樣算一算 一個手指數得完嗎 可以 很慘了 很快就數完了 沒有很多耶 可是還是有啦 所以都沒有考慮可以交往的對象 我覺得 有條件不錯的 然後也 感覺人品什麼都蠻好的 但是不知道它能不能符合 我爸爸說的會剝蟹和煮螃蟹 可能要慢慢觀察 因為爸爸看的條件好像頗高的 很難對不對 對啊 不可能 不可能 所以我就要從這個不可能當中 讓它變可能 我會加油努力的 那還是要考慮動魚卵比較快 我真的有這樣子想耶 真的喔 對啊 希望就是 而且我覺得 我的身體應該蠻健康 應該可以動超多顆的 還是志玲姐姐這件事有鼓勵到你 我看到志玲姐姐那個照片 還有她出來在閣樓那邊揮手 我在家有含淚 我就好感動喔 然後我就覺得一方面她又好漂亮 然後那麼善良 終於找到屬於她的幸福 所以我覺得我也希望可以像她一樣 有人說你長得很像志玲嗎 你的戶頭給我 賺錢給你 真的假的 你是在跟我開玩笑還是 真的假的 很開心耶 但是人家說我像邱淑貞 有沒有 一樣耶 對 我都很開心他們都非常漂亮 因為真的就是我爸爸太煩惱了 就是我連去整骨啊 我跟我爸爸整骨老師是同一個 我的老師都跟我說 你爸爸真的替你好擔心喔 他的生日運動就是什麼什麼 因為我爸爸都不會直接對我 他都不會直接告訴我 所以他都把他的煩惱 分享給我的整骨老師啊 還是什麼 所以大家都來跟我說 我都覺得說原來我爸爸那麼擔心 所以我就真的為了這個去算命 因為我想說 我也就是 三十六歲了 我就去算命想說 怎麼辦 會不會真的嫁不掉 結果老師就說 你不用擔心 你就是有閃婚的命 對 然後我說 那會不會生不出來 他說 你會生兩個 所以我就對於動軟 就 本來就是 今年年初就要動了 但是因為老師說 你一定生得出來 就不會動了 想說把錢省下來 年底的那個 本來預計年底的專輯 現在可能要延後 對 要再說明一下 對 好耶 因為 本來今年年底要發音樂作品EP 但是很可惜沒有收到適合的歌 希望大家再給我一點點時間 然後再找到適合的歌 希望可以跟狼人殺一樣紅 最近玩狼人殺害壓力大嗎 還是一樣很有壓力 因為關注 喜歡看的網友實在太多了 然後 但是最近大家都會 紛紛來我的網路私訊留言 有人跟我說我有進步耶 然後他們還說我是養成系的玩家 他們從我看到我一路從不會玩 亂玩到不想玩到現在有進步 他們說他們也替我感到很開心 但是我之後真的還是有幾集還沒播 也是玩得超爛 所以希望大家就是不要給我太大壓力 那個就是現在狼人殺 我想說自己有組一個團體嗎 對 那就是講到音樂作品 沒有機會跟他們Feed一首 我真的覺得很奇怪 為什麼他們不找我耶 因為我也是就是有歌手的身分 我真的很希望他們可以找我 還是妳不好相處 可能我太貴吧 沒有 我不曉得我希望可以跟他們合作 好 好